Renderforce.com 双城故事真实版 女兼至上周夏美国男友 双城故事女主角曾配于导演叶天伦及知名作家大A日前在乐乐书店,与观众一起从双城故事畅聊爱情观。 台北与旧金山,10382公里的距离,爱情能否横跨太平洋?曾配于自爆,前一段感情就是分隔台北。 纽约,她并不特别喜欢腻在一起,认为距离的美感很重要的。 导演叶天伦透露,其实自己的未美,也就是双城故事兼至,就上演真实版的双城故事。 台湾女孩与旧金山男孩修成正果,上周才刚完婚。 曾配于也说,自己谈过台北,纽约12小时时差的爱情。 因为通讯软体发达,维系远距离感情已经不弱一望艰难,反而增加爱情中距离的美感。 座谈会中,也提到分手是重要,却也困难的课题,曾配于说,认真爱过,就要认真分手。 她觉得台湾人从小到大的爱情教育几乎是零,在情感教育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。 她认为戏剧也肩负助一种教育观众的社会责任。 她认为爱情不应该是彼此消磨。 放过彼此是一种必然,而分手前一定要先努力沟通,解决不了问题,不适合。 就认真谈分手。 大A认为,害怕分手,无非是因为一种不想失去,不想改变的情绪,但是其实可以转眼去想。 分开了,其实就是一场重新开始的旅程,甚至分手也是一种解释,确认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,以及自己需要在自我升级的部分。 双城故事最新剧情中,黄白军饰演的Ryan没有及时坦诚前几段的婚姻关系。 导致陈怡荣饰演的念念心碎,争执。 若现实遇到此状况,曾配于很洒脱的表示。 在感情部分,你之前的人生其实与我无关。也认同可以拥有自己的秘密。 在座谈会上抢先曝光了后续片段,精彩程度,就连曾配于本人也迫不及待正式播出。 预告后续情感发展还有多个纠结爆点。 双城故事 双城故事 剧情描述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城市台北市、九金山。 亦一个从没有远赴外地的台湾女孩到美国追爱,以及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回台寻根的故事。 透过两个城市,全是在地台湾以及海外华裔的不同视野。 该剧已于公事、民事、八大接力播出。 My Video 为本土 OTT 平台独家跟播成绩斐然,已被观众列为最新必追剧。 而全球国际网络娱乐服务事业Netflix,已同步于全球超过190个国家陆续上线,将台湾的样貌介绍给全世界。